另外来看大统公司黑心商品联环报 恐怖的沙茶匠也遭到投诉说 竟然是用过期20年的冷冻鱼和腐烂的香菇梗做成的 彰化卫生局25号下午也紧急机查大统沙茶工厂 带回原物料要化验 而因为业者没有办法清楚交代货品的来源 还有进货记录 也遭到卫生局要求停工接受调查 彰化卫生局机场人员全副古装 收查大统公司沙茶工厂 美洋原料全都搬出来 外包装表示仔细核对 内容物也文文气味有无一样 任何统织码筋全部放过拍照囤阵 香菇头 虾皮 蒜粉这一类的食材 并没有看到说它有一个发明的现象 但是因为业者没办法提出它的来源 所以还是将它全部封存 沙茶主要原料都没有标示有效日期 进出或记录也全都看不到 警察员虽然没有找到离职员工 火中冷冻了20年的鱼 不过仍然紧急封存物料送宴 并查够现场300瓶沙茶完成品 大将本身有一些安全上的一个疑虑 目前还不清楚 所以要求他全部来做停工 卫生局不只搜索工厂 大统沙茶重要的成分之一 香菇头的来源也找到了 香菇头很香 它的味道不牙于香菇 我没得了解 不可能我们会了解它怎么做的 工农已在强调香菇头不是不能吃 但要经过正常处理程序 只是大头买回去 怎么做他们也不清楚 是不是如离职员工所说的 用发霉的香菇头混尸残豆 有待卫生局进一步查验 记者陈鸿辉 郭先生 林明珍 台北长话 最后一番报道